各位植物学家们大家好啊 我小新很高兴大家来到我频道 然后今天呢是这个 好几天没有看我阳台上面养的这些仙人球了 然后今天给大家汇报一下情况吧 今天呢北京这个天 大家可以看到灰蒙蒙的雾蒙蒙 还特别冷 是这种阴冷的感觉 北京的冬天初通都是这样 然后很多小伙伴就说 这马上都要冬天了 先求要不要拿到屋女啊什么的 今天呢咱们就就这样的事情 跟大家说一声 目前的这个情况呢还不是很冷 北京这边现在是最难熬的一段时间 因为到11月中旬 屋里面就有暖气了 现在呢就是一个 又冷又没有暖气的这样一个尴尬期 然后我觉得呢 现在这些仙人球还不用把它们放到室内 因为室内的话也没有暖气 并且室内的采光也不好 然后像我在屋里面是 接受不了开这个灯光的 因为我晚上睡觉聚光 如果屋子里面要放这个架子 开这个紫红色的这种紫外线灯啊什么的 就是睡不着影响休息啊 所以呢这段时间还是要再把这个仙人球放到户外 现在我在这个阳台窗台上面搭了一个小棚 有了这个棚之外之后呢 我得试试首次在这个小棚里面去养殖这个仙人球啊 为什么呢 因为屋子里面一是空间有限 二是屋子里面的光线肯定不如外边好啊 外边的接受阳光的时间比较长 不容易涂涨啊 可能冬天的话 很多时候都是这种雾蒙 黑蒙蒙的灰蒙蒙的这种感觉 但是还是还是大自然还是要好一些吗 比屋里面要有阳光啊 特别是如果是晴天的话 上午的阳光还是非常暖和的 对仙人球的生长还是比较有好处 所以我们今年试试 大部分在这个暖棚 小部分就是外边散养的这些 然后把它们给放到屋里这样的一个情况 像放到屋子里面呢 肯定是要会涂涨啊什么的 但我觉得它只要活着就行 不用管它涂不涂涨 就比如我之前做过很多期嘛 我把这个 就我目前手里拿着的这个啊 我看一下怎么固定 就我手里拿着的这一颗 这一颗呢 就是过冬的时候放在屋里面 它本来也是矮矮的 圆圆的胖胖的这样一颗球 然后它就是因为缺少阳光 就一直向上涂涨 向上涂涨 然后它们这个油之间的 所谓的涂涨呢 就是油之间的这个间距 就越来越长嘛 是吧 所以但是没事 然后到了春天往外 然后阳光一晒啊 然后春春天夏天秋天的 这样一个生长之后呢 它就又会变成这样 就比较紧密的这种感觉啊 只不过呢 个头上面样子是不美观了 所以它这个猪形呢 就变成这种长长的这种了啊 不过也没事 这样也挺好的啊 我的这颗呢 就是孤月丸啊 孤月丸 我觉得像我这样一颗 这么大孤月丸 也挺少见的 好了 说完这些之后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这些仙球用不用浇水 因为现在的这个天气 就不暖和 我害怕浇水之后会 加上早晚温差大化水啊 什么的那样 加重这个仙人球死亡 这样就不好了 所以我们有必要去看一下 它是不是需要浇水 首先看一下这颗 这颗的状态不是很好 怎么看这个仙人球状态好不好呢 首先看颜色 它的颜色呢 就是不是很饱满 一看就比较干扁 颜色比较发黑 就是有些这个缺水的那种 就是叫蔫吧 就那种感觉 干扁的感觉啊 然后用手一摸的话 有点软 这个其实这个发软也是正常的 因为到了冬天之后啊 这仙人球也会有自己的保护机制 热胀冷缩呢 它肯定会缩一些 这个球体会皱白一些 等到这个气温再低一点 有的这个银贯玉会呈现一种紫色 紫色就是低温预警的那种感觉 就是温差特别大造成的这种紫色 但是也是可以活下去的啊 只不过要特别小心一些 如果当这个银贯玉 变成这个紫色的这种球体的话 就不要再浇水了 因为它这个身体就代表的是 比较防御机制嘛 就是停止生长了 然后进行了自我保护的休眠状态 这时候如果你要浇水的话 它很可能就直接烂根 然后死掉 如果它要这样的话 可以适当的去喷水 喷水的话 就是让它表面吸收一些水气 这样会好一些 然后放一个相对比较暖和的地方 有的小伙伴就遇到这种发紫色的 然后特别蔫吧 然后特别软的这种银贯玉会进行悯养 这样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不要一整天都悯养 你要比如你白天悯养 晚上回家打开 把那个塑尿膜或者那个盖子给打开 教大家就是怎么悯养这个仙人球 就是举个例子了 就这是一个饮料瓶 我们怎么悯养植物呢 就是把上面的这个部分给剪掉 然后扣到这个植物上 根据植物花盆的大小 选择不同大小的瓶子 这样子形成一个小型的温室 给它那个加强湿度 然后这样子 然后慢慢的那个紫色的仙人球 特别软的仙人球 在这种有水气啊什么的 然后它就会慢慢恢复过来 银贯玉我觉得 还有人问这个冬季要不要断水 然后这个南方的小伙伴 没有明确的四季变化 然后冬季也不是特别冷 特别像广州啊 然后云南呢 那样的那些地方呢 他们没有明确的这个冬季 该正常浇水 正常浇水啊 南方的其他的小伙伴 除非到了特别阴冷的那一段时候 就停止浇水 然后剩下的时候呢 也不是很冷啊 就原来是一周一浇 现在变成两周一浇 是最好的 那北方的小伙伴呢 我觉得就是根据你的配图吧 像北方小伙伴 也很多用的这个纯科腻 但养分类球并不好 那就因为你养的太干了 北方这天本来就干 然后你的植尿全是干的 你还一星期一浇 植物都不健康 都是缺水状态 所以我觉得 那个一星期半一浇 或者是这一星期里面 找一天阳光最好 比较暖和的一天 给它浇一次水 正常的浇碗啊 因为北方这个天比较干 干的比较快 然后它缺水也比较多一些 像冬季的话 如果不是特别冷 那一天天气还不错 就是该浇就浇 就没有那么多讲究 如果你要是在外边路养的 那就注意了 你要是在屋里面养什么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 就干透焦透 正常的养父就可以了 其实这些仙球 你不用太在意它 就不用太小心谨慎 就怕它过不了冬什么的 它的生命力比你想象要顽强 它们在原产地的时候 可能是在这个墨西哥啊 什么那种高原上面啊 什么它们的气候 可能要更恶劣一些 相对比来说呢 我觉得最不能掉以轻心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春天和秋天 换季就换季的这一段时间 会死的会比较多 因为那一段时间 雨天还有那个闷热啊 什么呢 会造成一些蜘蛛的死亡 废话有点多啊 我们摸一下这个 像这颗的话 水还比较足的 状态也比较好 这两颗是同一批的 来的时候大小一样 现在这一颗状态 明显不如这一颗状态好 这个仙球缺水的话 它会一直往土里面钻 你可以看它就已经 快钻到土底下了 那种感觉 它如果喝饱水的话 它就不会往下钻 然后这颗球还比较饱满 还比较起那个白色的 这个一层粉 这个粉是为了防晒用的 然后后面的这颗 这颗球真的状态很好 很硬啊 然后这颗葡萄 这颗鱼也很不错 这些都比较硬的 然后这颗也 这颗稍微有点软啊 这颗我也养了三四年了 十一颗生的球 还是挺不错 然后这颗 你看这颗就是极度干旱 缩到土里面去了 但它还活着啊 这一段的这个颜色呀 比之前好一些了 之前是咖啡色 这个鱼缺水之后 就是如果是夏天 我发现了 它会成这种咖啡色 呈现咖啡色 预示着是晒伤了 就是那种 或者是化水黑斧 都会成为咖啡色 就比较淡的那种咖啡色 就是晒伤了 就那种蔫罢了 这时候你就要把它放到 避免阳光止射的地方 过一段时间就会呈现 这样子稍微绿一些的这种颜色 慢慢养回来了 这是这个鱼 接下来看看这些兜吧 这些兜的话 像这颗兜的话很棒啊 它现在这个根很好了 这个球也保满起来了 刚才讲的太起劲了 然后那个手机没有内存了 刚清完内存 接着跟大家聊 刚才不知道跟大家 聊到什么地方了 反正就是说 这些星兜的状态 都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手感都比较硬 像我就比较喜欢 星兜的游行的变化 很多端 然后他们的样子 也非常的可爱 是一个俗话说 玩仙人球最高的境界 就是兜和鱼 就这两种 它能收集很多很多的 不同样子的 我也不追求 特别有名的品种 反正就感觉顺眼的 然后就入 像这颗龟甲兜 然后还有这颗 我特别喜欢的奇迹兜 这边的龙白兜 然后还有威兜 然后这个也奇迹兜 还有超兜 那边的 还有牛尼兜 牛尼微兜 就是被称为卖片兜 然后里面的海星指纹兜 是吧 各种各样 还有盾牌兜 还有这种 牛尼 大油的这种 还有黄氏兜 等等 这些品种可玩性挺大的 然后再看看上面的这些 上面的这些品种 状态也都挺不错的 看起来也都不缺水 然后像这个龙脚牡丹 很硬摸起来 然后里面的这个 这个叫枪旗兵团 好像也是团扇的一种 然后里面的席之野 花王丸 然后白刺象牙丸 白刺平丸 白刺平丸 然后这边的一些带刺的席之野 然后短号刺象牙 然后碧岩玉 虾 然后里面的这个 里面的那个叫什么 我看一下 这手机 然后还有这些东西都挺多的 然后他们的状态也都挺好的 像这里面的那颗是雪糕 雪糕它养了三年了吧 然后它的现在个头也挺大的 明年春天就得给它换个盆 然后修个根 是吧 然后分一下它 然后不然的话 它现在主球的话 一直在消耗 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做到这吧 然后这一期主要讲的是 目前北京这个天是比较尴尬的 因为它现在没有暖气 你进屋也不合适 进屋里面就缺少阳光 你要是在外边的话 这天要冷的话 你可以搭一个这样棚子 在外边过冬试试 如果你要浇水的话 找一天天气比较好 比较温暖的一天进行浇水 保持通风 然后该浇水浇水 然后也不用太过于小心 有些仙人球 它结果是被干死的 而不是被烙死的 不要因为老害怕 它被浇水浇死 而最后选择了干死 就像这一颗吧 就这一颗就是 极度消耗一天 就是最后干死了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个就比较典型的 这个得不偿失了 像这一颗吧 就是之前是比较缺水的 但经过几次大水之后 它状态明显的好转 状态也好了很多 像这种的就不一 就是两种极端吧 然后今天节目就到这吧 感谢大家喜欢 如果你喜欢小新节目 点个赞 留个言 给个评论什么的 好了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吧